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我是歪叔 这是一只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水生昆虫 别看它在我手上爬起来比较迟钝 把它扔进水里 看,这游泳的姿势 你在岸上灵活多了 从它的长相就能看出 这是一只半赤木昆虫 俗称春象 事实上,它的名字叫父子春 那它为什么会叫父子春呢? 来看这张图片 它背上这一坨看起来十分密恐的东西 其实是它的卵 父子春就是这么来的 事实上,背上有卵的父子春是雄性的 雌性父子春会把卵产在雄性父子春背上 然后迅速离开 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到了雄性父子春身上 真是一个负责的好奶爸 我养的这只父子春可能还没长大 别看它就这么一点点 这家伙可是个凶猛的猎手 钻吃水里的小虫子 甚至连小鱼小虾都不放过 看它这刺激湿口气 能插入猎物体内把猎物吸干 我们把父子春放到显微镜下面来看看 这身上好多毛 刚刚都没发现 这些绒毛不但能隔绝水分 还能存储空气 让父子春在水下都能自由呼吸 这大毛腿 想必游泳的时候帮助非常大 这尖尖的刺激式口气 被遮上一口肯定很酸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给我点个赞吧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